选择器,今天的话大部分时间其实在玩它 大部分时间,所以来看看 那么在这儿呢,说一下,结块的选择器呢,一共有九大类 里面有一些是重要的,其实重要的里面还是有区分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叫基本选择器 我去写基本就行了,然后呢,基本完了以后呢 第二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层级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给它称之为叫做,叫做什么呀 基本过滤 然后呢,第四个呢,叫做内容过滤 然后呢,第五个呢,叫做可见性过滤 第六个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属性 总觉得好像顺序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呢,是子元素过滤,差不多 子元素过滤 那么子元素过滤完了以后是叫做表单过滤 表单完了以后是表单对象过滤 一共是九大类 那么九大类里面呢,来说谁重要 我先给你标出来 回去以后呢,优先先看重要的 第一个,基本过滤重要 那么你在听的时候,过会儿肯定是着重要看它的 对吧,层级,诶不,念错了 基本不是基本过滤啊 那么基本过滤,然后呢,内容过滤,可见性过滤 掌握,然后呢,属性掌握 然后呢,子元素表单,表单对 对象,掌握 是这,然后呢,这个可见性的话 给的建议的话是这样子的 没那么强调,就这个意思 对吧,那么好,是这么几个 其他的话,自己知道知道就行了 那我们说的时候呢,会给你介绍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从这里 学到这里 一共是九大类,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先看第一个 基本 基本的话很重要 因为在你的开发中 它的出境率是最高的 几乎 几乎在你写的JQuery代码中 对吧,过段时间 基本上一两行 它出现一次吧 那么好,那么为此,这叫基本 那么基本中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我喜欢给它称之为 叫ID选择器 就基本里面会有单独自己的名字 其他都没有 那么它的这个 应该是这样子的 前面写语法吧,警号ID 叫做ID选择器 那么好,它是干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标签 里面就会有一个ID的值 通过ID的值来获得元素 获得元素或者获得标签 一个意思,你自己知道 好,那么这是它的写法 警号开头 ID选择器 那么下一个 人家这叫element 那我们也就叫element 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标签选择器 好,标签选择器 你通过的是什么呢 就像这写的XXX就可以了 这叫做通过我们的标签名来获得什么元素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面有10个input 你写个input 好了,10个就全拿来 这是它的意思 好,那么这是这个 然后呢,element完了之后呢 下一个叫DR class 叫DR class 注意清楚 好,我们一般喜欢给它称之为 就叫做类选择器 那它通过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标签中有一个class属性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有值了 好,为此 它的意思是通过class的值来获得元素 但一定一定注意 注意,使用的是DR开头 看清了 那么为此就这 这是你极容易辣掉的 强调一下它 以后用DR记着它 因为每一次我也不知道怎么强调它 即使放大点 感觉换个颜色 但你不知道你们有可能反而会忽略掉 你知道吧 那你自己知道的 反正我这样写汉字了 强调一下 前面是DR 那么接着的话 下一个 但我说的顺序不是它 因为我说的是要掌握的 下一个顺序 你会这样 它这么写的 叫选择器1逗号 选择器2逗号 选择器3逗号 对吧 那么好 我们呢就把它称之为叫 我去写成s1逗号 s2逗号 点点点点 对吧 那么这叫多选择器 多选择器 那么就将 将多个选择器的结果 给它什么呀 就是添加在一个数组中 以前你是分开做的 现在呢 我都合到一起 那合到一起就能一块操作了 这它的意思 就是之前选择 三个选择器 咱俩都能用 用逗号隔开就可以了 这它的意思 你明白一下 为此 来 这些就是你回头要掌握的 那接着的话 这还有一个 自己知道就行了 因为用处一般般 星 它的意思就是 所有 你写个星 它就能把所有给拿来 一般情况下呢 在框架中用 对于我们来说 用的很少 所以来 介绍完 那介绍完的话 今天我站上准备的是例子 每一个选择器呢 都会讲一个页面 讲完一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一个案例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 下面都是有案例的 好 那么要写它的话 来说一下 基本选择器 第一个选择器 讲的是最多的 因为里面将会遇到各式各样的 你之前没有学过的东西 所以当我说完的时候 你要静下心来把它给掌握掉 尤其说 这个你要写 后面一直要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情 刚才呢 我在上课的工程中 我是这么写的 说同学们你看啊 假设我把JavaScript代码写到上面 有可能下面的代码 我就获得不了了 为此呢 我要把上面的那个标签 是不是移到最后去了 但在真正的实际开发中 我们见到的JavaScript 出现的位置最多的地方 它是哪呢 是不是在 还按照这个标签题里面了吧 这是遇到最多的 并且那我就写到上面的话 它有个问题 就是下面的代码 它的确就执行不到 那我是不是就获得不了了 那我们在学JavaScript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好 我们在学JavaScript时 我们是不是通过页面 怎么写在这 页面加载成功 是不是去做了这么几件事情 那就刚才他说的 我们是不是用的这个东西 window.unload 然后你写个faction 想一下 你是不是在这个faction里面 写代码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这是曾经的JQuery的东西 JavaScript的东西 那接着的话 我们再说 JQuery的页面加载 你要写 你要会 它的格式跟上面没同 并且也要用这种 这种写法叫什么来着 是不是叫匿名函数吧 好 它也要这么写 那么函数肯定不少 因为你的功能肯定不少 但它的写法 看清 我给你写的 Dollerf 以后只要在JQuery Dollerf就等于JQuery那个单词 他俩是等效的 Dollerf 然后呢 括号 里面传一个叫 Document 固定的 然后呢 DR Ready 然后把faction传到这里面去 就这么一个结构 我看到了 好 回头试试它 好 为此来看一下 打印一下 那么什么呀 中码是吧 算了 你总的写点别音嘛 对不对 不能太直接 是不是 那么来 OK 那你自己明白就行了 来 看清我刚才的怎么写的 有的时候呢 来一个专业的说法 看看我的手法 是吧 Dollerf Document 先括起来 对吧 DR Ready 我一般喜欢写成对的 先一口气写完 这样没语法错误了 对吧 接着把我们的函数干嘛 传进去 好 上面给大家留着 你回去做接见 下面我们就开始写代码了 好 所以我这儿呢 一共有这么多个功能 我就复制过来了 好 复制过来 然后呢 全部选中 我要先把它注释掉 所以叫Ctrl加写杠 那么这都是什么功能呢 我带着你去看一下 所以来 点IE浏览器 走 对吧 就这 那么 基本选择器 这儿有N多个按钮 当我们点击某一个按钮的时候呢 就要去做某些事情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供着我们去 能看到效果的这个事情 当然 里面有很多的是DIV 也有Span 并且 有的是净的 是不是还有的 还是在动的 这是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过会儿要看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玩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样子 你去已经看到了 回来 那么回来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 这儿一共有五个按钮 那么我们先要让这个按钮 点一下 最起码先 能点 那你想一下 按照以前我们写代码的话 看 这个按钮能点 我们是不是这么写的 on click 然后你是不是开始写代码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麻烦了 因为这就是我们曾经所说的 你的JavaScript代码 和你的HTL代码 是不是就在一块融着呢 那么我不想要了 你是不是必须到指定的位置 怎么删了 那么好 接块是说 麻烦 咱玩的是什么呀 没关系 咱还能让它 有关系了 好 那么怎么玩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交给大家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将会给谁呢 给这个按钮 你会发现 我的按钮上面 是不是都是有一个 ID的值的 那么顺便 我们来说一下 ID选择器了 对吧 想想 ID选择器 那么警号 警号 BTNE 这说明是不是就得到了 这个input的 这一个对象了吧 好 我们现在呢 开始给它绑定事件 听听我说的 好 以前 以前不是叫 onclick 或者on什么什么 好 把on去掉 它就是JQuery 所提供的函数名 那么onclick 是不是就变成click了 好 一个函数 此处 这是一个函数 它的写法 和上面的ready的写法 是一样的 你想写的功能 给它干嘛 写上一个函数 传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以后 是这么写的 看明白了 这是你的写法 好 那么当你把这个写法 写好之后呢 我们先弹一下吧 那比如说 先大笑两声 是吧 那为此 点它 OK的 那么好 看明白 来删掉了 我们不要它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看看我们要做的功能是什么 选择id为one的元素 那么id为one的 按照我们现在讲过的 Dolaf 括号 双引号 井号 id为one one 这是不是id为one了 好 那么乍说 选择 其实呢 就是我们想给它的颜 给它的一些样子呀 改改 一方面我们好看 所以此处我要做的事情是 把背景色改了 那你看好 它现在的背景色 是不是那种灰色的吗 好 那么把背景色改了 改成什么 那么 这就是修改样式 它修改的就是我们标签中 不是有个叫style那个地方 知道了 那好 修改 那么样式 一般情况下看 背景色是什么颜色 它是不是应该是两个值 所以看好 两个值 前面呢 你要把我们css样式中的那个样式 再写上来 背景 bank ground 颜色叫color 所以这叫背景颜色 然后呢 后面你去写个颜色就行了 比如说红色 是不是写个单词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好 为此你试一下 它就有了 但像我这种英语不好的 你让我去写单词 对吧 红绿蓝还好一些 对吧 你给我来个粉色还凑合 对吧 那你给我来个什么呀 草帽绿 你不一定就能写出来了 对不对 草帽绿 那么为此 这个事怎么做 那我一般不写它 我采用的是什么 三元色 其实应该叫做网络三元色 因为在我们的平时的颜色 中它包括 包括两类元色 我们常见的 一个叫网络三元色 叫红绿蓝 这个知道吗 红绿蓝 还有一个呢 叫做打印四元色 那么叫什么 黑青什么什么什么的 没记住 四个 四个颜色 就是平时我们打印出来的东西 它不能用红绿蓝打 因为如果用红绿蓝打 打出来是试真的 就是看的效果 你比如说 你原本是希望是红色 有可能拿出来是那种什么呀 有点粉了之类的 但它所以它用的是那种 就是打印四元色 那个百度老板一搜就搜出了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快速打印照片 快速打印照片 一般就是那种最小的那种盒子 一般进四次 因为就是进去一次 打印一层 其实就是一种色 再进去打印一层 又是一种色 就四种色叠到一起 就是你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对吧 那么好 所以过不了多久 你们就见了 因为你投简历的时候 简历上面是有照片的 到时候你会照照片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即使你是投简历上面没照片 你入职了以后 什么社保了等等 一系列的照片 它都要有了 当然 如果你之前照过 那就算了 对吧 网络三元色 红绿蓝 那么红绿蓝的话 一般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RGB RGB 那么红绿蓝 我们采用的格式 是这么写的 格式 警号 警号 然后呢 后面还是写值 红绿蓝分别的 在乍乍乍乍乍写下 它们的曲值 每一个的曲值 分别是0到255 这叫实进值 但我们平时采用的是 16进值 255等于 FF 所以FF 就表示的是红 那么为此 红 这是红色 绿蓝 就是它 那么所以三颜色 那么当然了 红绿蓝 三个色合在一起 是什么色 白色 白色 那么为此 你自己知道一下 好 然后再来一个 就是它的简化版 因为当你出现 两个 每一个家伙的两个 都是重复的 那你就可以写成 FF 就是 六个是 你就认为这是什么呀 这俩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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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干嘛 进行简写 就简写成三个了 好 比如说 给你写一个 紧号 红 绿 蓝 对吧 那FF 零 是什么色 但大小写不区分 红和绿配到一起 是什么 红配绿 你喜欢的最 最喜欢的颜色 看 我就说你最喜欢的颜色 你经常就说 哎 对吧 我只是说你最喜欢的 对不对 OK 那么往下来 那这点信息 你会了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往下走了 那继续往下走的话 那么下一个 我们继续做 那么因为有第一个 做例子了 只要新讲过的东西 我会先写上一两遍 后面就采取复制了 那么我们来看 接着呢 我们要给这个按钮 Button2 绑定一个 请号 BTN2 这个也没问题 对吧 绑定一个实键 就是 Click 然后呢 Faction 穿进去 接着我们要做的效果是 选择class为mini的所有的元素 来 怎么写 首先 是不是 Dollerf这些还是不变的 mini 但是是class为mini 很好 然后是不是mini 是不是就搞定了 接着你要写 这就一样了 那么叫做 bank ground color 然后呢 给个颜色 我就仍然采用的是 警号 FF零色了 这个 这就是所有的mini 那边大部分都给你标着呢 我这儿有一个没标 因为它是有特殊原因的 那像类似于这样的颜色 不需要记 因为你想看中 看中什么色了 你把它干嘛 取过来就行了 对吧 你反正又不要聘礼 对吧 来 那么为此 有很多工具的 你比如说 你喜欢这种绿 对吧 当你一点 这样会告诉你的 对吧 这不是16斤的意思吗 就它 你把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对吧 那么当然 为此它还有各式各样的 你比如说 喜欢这种红 那你自己提取就行了 并且它提取的时候 还有放大镜嘛 对吧 你看到这儿来找 这种红色 事儿弄大了 人家这不是一个色 这是不是多个色 组在一起了 那你就随便选一个吧 当然了 这是要靠你的鼠标了 因为你每动一次 是一个像素 对吧 每动一个是一个像素 对吧 所以不一定能 很精准的就动过去 这个颜色 是吧 好 那么来 自己知道就行了 那么为此 这点信息写完 来 我们下一个 复制了 到下一个里面 我们再来练习 框框就可以了 那么看一下它的事情 8分3 8分3 那么要做的事情是 选择元素名为 DIV的所有元素 是不是 改炸 是不是就对了 元素名为 DIV 是不是直接写DIV 就对了 所以 来 DIV 那么好 那这个事情 那么继续复制了 下一个是什么 来着 选择所有的元素 好 按钮4 所有元素 是不是就是星 就对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 黄一片 对吧 对吧 那么这就是 所有元素 那么好 接着再来 最后一个 那么按钮5 那么按钮5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选择所有的死判 那好 来 这样 所有的死判 这是不是先把死判写上了 然后核什么 ID为什么 2的元素 你想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就两类东西 是不是要核到一起去了 好 那这是第一个选择器 第二个选择器 中间用豆豪一格 那就把另外一个加上 来 ID为2 警号 2 就可以了吧 好 为此 就它 来 点击走 两个 因为我们这就只有两个 以后的话 你的死判多的话 它就越来越多了 好 OK 那这个样子就有了 那基本的就搞定了 那这是要求你 必须回去要练的 新号的话 无所谓